哈囉我是糖糖 哈囉我是淺淺 天而不只開箱我們要教的遊戲是 絕頂聰明 然後它有另外一個版本是雙倍聰明 那這個可能會在其他影片會教到 那我們先放旁邊 看一下絕頂聰明裡面有什麼樣的配件 中文說明書 然後一疊紙 積分表才對 然後裡面會有六個不同顏色的骰子 然後它這些骰子都會是對應到上面的顏色 還有四支筆 一人會拿到一張紙 直接撕下來 然後一支筆 在遊戲之前我們先講解每個區域的效果 好那所有區域就是對應的顏色 黃色就是執行黃色的區域 在選擇拿取這個東西的時候呢 你才能執行這個區域 白色就是萬用骰 所以它可以當任何一個區域去執行 黃色、藍色和綠色 它們都是打叉叉 只要符合條件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打叉 那下面呢 就是橘色和紫色呢 都是寫數字 所以我骰到幾我就寫幾 只要有箭頭的話 你就要從最左邊的這一格 開始一格一格慢慢往上寫 如果我現在是黃色的六的話 我就可以在黃色這一格裡面的六 選一個打叉叉 只要連線的時候呢 它就會給你獎勵 可能是分數 可能是一些 額外的效果 例如它這裡說什麼 綠色的打叉 你等一下就要立即執行這個效果 假如我要執行藍色區域的話 我就是要把藍色骰子和白色骰子的數字加在一起 像現在是7 我就要寫7 那我剛才說白色骰子是萬用骰子 所以我也可能用白色骰子 執行藍色區域 那一樣 加總在一起 那這時候可能骰到這樣是4 我就會在4這邊打叉叉 好 那藍色骰子呢 它的計分方式 如果連線的話 會給你這邊的獎勵 遊戲結束的時候呢 假如我現在畫了五個叉叉 我就會得到11分 綠色骰子的時候 就是上面它這裡有寫大於等於1 所以你只要符合上面的條件 就可以打叉 所以像我這個3的話 我就有大於等於1 可是假如像我已經畫掉這個了 我現在在寫第二格的時候 我骰到1 我就不能選綠色骰子了 因為我沒有符合條件 我就是不能選它 嗯 橘色骰子呢 它就是你骰到幾就寫幾 然後它如果到這邊 有淺淺的乘2或乘3的話 就是你等一下骰出來的數值 直接乘2或乘3 紫色的話就是 它上面都寫一個大於的符號 所以所有的數字 都要比上一個還要大 那如果我骰到5的話 我現在如果填了5 下一個數字就只能填6 因為沒有B5還要更大的數字了 好 然後到6之後呢 我們就會歸零 就是到歸零 就是你1到6 又都可以寫了 只要提寫寫寫寫 然後下面有符合的獎勵 你就可以拿取 除了橘色 和紫色這兩個 是數字加在一起 就是你的得分 那其他區域就是 符合它的條件就可以得分 好 我們等一下會依照 就是遊戲人數 決定要玩幾輪 2到1個人的時候 就是玩到第6輪 那3個人的話 就是玩到第5輪 那4個人的話 就是玩到第4輪 在你的回合一開始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送你一些獎勵 第一回合它會送你這個重骰行動 然後這是什麼 加1骰子的行動 對 所以像我們現在要開始玩第一回合的時候 我們就會得到這個標誌 那你就在這邊打圈圈就好了 那等一下你要使用的時候呢 就打X 重執行動 就是在輪到我的回合的時候呢 我可以把還沒有確定位置的骰子呢 全部重骰 像剛剛假如我遊戲中 我已經有使用過這些骰子的時候 他們就會定位了 好 那我就會把剩下的骰子呢 就是骰 重骰 那骰完之後呢 我可能就是覺得不夠好 所以我就可以打XX 然後把剩下的骰子 就全部重骰 沒錯 好那一樣就是 骰完之後就會選一顆放上去 好 加1行動 就是我全部的行動都做完之後 我就可以選擇 要不要執行加1行動 那加1行動就是一樣 如果你有的話 你就把它打XX 那我就可以從這六顆骰子呢 隨便選任何一顆骰子 執行他的行動 他的回合我也可以執行加1行動 就像現在我的回合的時候 他在我們就是骰子全部都畫完之後呢 準備要輪到下一個人之前 我們先不要動骰子喔 先看他有沒有要使用加1行動 好 假如現在我們就是回合嘛 他就會畫一個6 好 那現在他想要使用加1骰子 如果他已經有加1骰子 他就會打XX 那他可能又要使用一次就是這個6 好 遊戲規則有規定喔 就是每一個加1骰子的時候呢 在同一個回合 同一顆骰子不能用兩次 我如果想要再用一個加1 我只能選擇1 2 3 4 5 這其中五顆選一顆 我就不能再用剛剛那一顆了 除了這兩個之外呢 還有一個獎勵是狐狸 他的計分方式比較特別 他會看你分數最少的那一個區域 像假如我的那個黃色是10分 然後其他區域是11分 黃色就是我分數裡面最少的那個區域嘛 遊戲結束的時候獲得了3隻狐狸的話 就會是3乘於10 就會得到30分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區域沒有分數的話 那不管你有幾隻狐狸都不會加到分數喔 稍微告訴大家玩遊戲的順序 那因為我們剛剛其實已經有偷偷玩了一下 所以我們直接用這個來繼續玩 那我們現在只剩最後一個回合 那一個輪次開始之前他會送你獎勵 所以第一輪的時候他會先送我一個衝塞塞子 沒錯 那第二輪的時候他會送我一個加1 比較特別的是第四輪的開頭的時候 他上面有寫一個叉叉和一個6 就代表說你可以選打叉的區域 或是選寫數字的區域 一個地方打叉或是寫6 那你就會直接執行完這個行動之後 才會開始我們的回合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到第六輪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回合的順序 就是輪到我的時候呢 我就是 紫骰子 好 骰完骰子之後呢 我就會從這六顆骰子裡面選一顆骰子 拿來執行它的效果 那像假如我現在選擇藍色好了 好 像剛剛我說的 不管我有沒有選擇白色 只要它使用藍色區域的時候 它就是等下要跟它相加在一起 所以我就會 藍色加白色嘛 這樣是 7 好 然後還有一個規則喔 就是我選擇這個骰子 小於它數字的骰數都要放到它上 就要放上去 所以我選2 所以小於2的就要放上去 那等於2的不用 放上去的就是等一下 其他玩家可以選擇那個骰子 那我現在就是 寫一個7 寫一個7 因為2加5嘛 所以7打叉叉 連線的話就會得到這樣 那黃色打叉叉叉 所以我在黃色任何一個區域上面打一個叉叉 好 那我要選這個 5 剩下的骰子就一定要重骰 骰完之後呢 一樣再選一個數字 然後我選一個4 這個2呢就要放上去 好 那我要在這裡 綠色區域 打叉叉 白色是萬用骰子 所以任何一個區域都可以執行 打叉叉打到這裡之後下面有這個符號 所以它送我一個紫色6 下面是不是又送了一個東西 藍色的叉叉 所以我在藍色區域任何一個打叉叉 我選2好了 結束就再再骰 重新骰 要選到3克的時候 遊戲就會換下一個了 或是沒有骰子可以選的時候 然後我選這個 這給你 好 一樣獲得獎勵 這個加1骰打圈 剩下就是換淺淺 淺淺它就要從這3顆我不要的骰子裡面選一顆拿來使用 你剛剛畫了哪一個 對 我畫了這一個 他畫了1 我們現在有很多玩家一起在玩的時候呢 即使淺淺已經選了 其他玩家還是可以選擇重複的骰子 沒錯 好 因為這盒花結束了 所以我現在想要趕快用加1骰子 好 那我先來打叉叉 好 那我先來用白色的 再試打叉叉 然後妳也要用嗎 我有一點想用欸 好啦 寫一個8寫一個8 好 那所有骰子就會給錢錢 我等一下值完我們遊戲就會結束了 很特別數字 然後因為沒有小魚3的 所以他就選不重骰 不用上盤子 沒錯 然後像綠色區 我們剛才說 如果沒有符合數字的話 你就不能拿他 所以像他現在要大魚等於5 但他現在是4 所以現在這個回合 他不管怎麼樣都不能拿到這一顆 我要這個 那他這回合 因為拿到這個 所以這就會進盤子 那我就會從裡面選一顆 假如我現在要執行白色 我也可以就是 白色加藍色執行藍色區域 所以我現在也可以寫5 可是因為5的區域我已經被畫過 所以就不能用了 沒錯 好 那我寫2 好 因為2這邊又連線了 所以他會送我一個 4 然後4就是這邊直接寫4 然後他會送我一個重骰骰子 可是重骰骰子現在沒用了 因為回合結束了 重骰骰子一定要在你在紫骰階段用 所以遊戲結束的時候 即使你沒用完 他也不會加分 沒有效果 我現在要用一個東西叫做加1閃 我先我先 我要用綠色的5 這樣我就有一個藍色 藍色我要再寫在這裡 這樣我就有一個再加1了 不用白不用啦 好 那我現在就選綠色的5 算他的這個獎勵我沒有用 可是加減還是有加10 加分加分 好 那我們可以翻到背面 它有一個很貼心的一個計分板 然後我可以先算我的分數 連線獲得的話 我這裡是14分 還有20分有連線 我黃色區得到34分 這個剛剛說畫了幾個差 所以1234567 7個差這樣是22分 對 55分直接在這裡 看畫到哪一格他就得到幾分 然後這個是15分 26 我先看我有幾隻狐狸喔 好像沒有很多隻 一隻 兩隻 兩隻 我有兩隻狐狸 然後我最低分的是15分 所以我有30分 那把這裡的數字加總起來 就是分數 就是你的總分了 我們算完分數的時候 除了跟對方比之外 你也可以比一下自己了 像淺淺的話 它在154分 所以你可以更好 它是連一顆心都不到 半顆心 192分好像也沒有很高 一顆半 很短的成績 好你就可以跟自己比 所以它的遊戲也可以自己玩喔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之後也會拍 就是雙倍聰明的影片 可以去看它的效果 那基本的規則應該也是跟差不多 差不多 它的規則 但是骰子的效果就不太一樣 這是一個很抑制的遊戲 還滿有趣的 然後它好像是 狼中闖章合作者設計的遊戲 就是很多跟機率有關係的遊戲 好 那這一次呢 天鵝不只開銷 我們就是教 絕頂聰明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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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